哎 啊 接受自己打的 不算 接受自己打的 不算 接受自己打的 不算 酒店旧同城 提前订损使退 贵旧牌 同城旅行 邀您收看 高光时刻 任谁提起来 都会狠狠地催上一个 不过好在 你应该也活不到 那个时候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初元 您会说话吗 我一直都会说话吗 初元 初元 您刚才说 原来派您来杀我 没错 为什么 怕我对他怀恨在心 要找他报仇吗 我就是个吓人 我能做什么 你们这么容易就可以杀一个人吗 我们 我们就是干这个的 干什么的 打架结社 杀人越货 手里从来不留活口 下聚了四十多位兄弟 江湖上叫我们 雪狐绿 我去 杀人血狐绿 温飞魄散 金银锯 陆远报说 不能给他们留权势 要让他们成为孤魂野鬼 你们抢了虾 就来这杜仙当财主了 我们干的最后一票买卖 抢的是一个高楼还乡的官 总共抢到了二十几万两银子 和五香黄金 呀爸 我打算 把这五香金子都送给你 怎么样 呀爸 洞里那十几岛好酒啊 可以起车来喝了 咱们兄弟里都 救你滴酒不拆 老规矩 你把你的那些兄弟都杀了 那天 我趁他家醉酒之后 割了所有兄弟的喉咙 其实这个办法 对陆远报来说万无一事 即使我中途失手 有人惊醒 此事也与他无关 因为他以为我是哑巴 没办法叫出他的名字 他却可以和其他人一起 把我杀了 都管你 怎么办 尽管你 哎 啊 哼 雅梅 干得利了 啊 哎哼 哎哟 哎哼 哎哟 哎哟 你不会 你哑巴又一个人 守着那么多金银 又做何用啊 虽然他不知道 我不是哑巴 但他猜对了 我确实一个人呢 不知该如何是好 成年年一局 在装哑巴 我被后娘害了以后 确实变成了哑巴 哑了几年 后来可以说话了 可是我发现 能哑巴好啊 别人对我没有戒心 说什么话也不背着我 那多少有点可怜我 所以我就干脆 一直就撞下去了 要不是因为我是个哑巴 这陆远豹 恐怕也不会反过我 我明白了 我明白你们为什么要杀我 举手之劳 产草除根 终于 六年前的冬天 若不是您把我带回陆家 我早就死了 如今人外派您来杀我 您若是不杀 反而会受到灵类 反正我这条命是您该的 如今您要起 那就自个儿来起吧 阿姨 老渡 老于 老啊 老人 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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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乡下地方 难免会有不少议论 若把你带回去 下手会方便些 可这样早晚不都是死吗 那就要看 谁先死了 杀他难吗 不难 难的是 杀人不用刀子 多才没有官司 杀人不用刀子 多才没有官司 要让陆远豹 死得毫无蹊跷 然后 一个书童 以陆远豹一子的身份 继承陆家的家产 这如何能不能 创业 您是已经有个办法了吗 我没有 但你会有 创业 不知道我能不能想出这个办法 但既然原本已经把我们逼到这个份上了 不是大死就是我亡 如果这事儿侥幸成了的话 创业 我把您当爹爹孝仙 我把您当爹爹孝仙 爹爹在上 上路之一百 帮您您商量 您做的时候 您做了 您眼金 您好 真没想到 咱家还有这样的房子 这是能住人吗 能住人 不光能住人 还能摆宴席吗 我有件事跟你说 你怎么 我想杀了陆远鲍 跟你们分了吃家产 干 干少爷 我 你不是在开玩笑吗 我陈旺 没有专贵和柳大哥的身手 我更没有干少爷的脑子 我什么能耐我都没有 只恐怕 那 我也没有着杀人的脑子 但是 但是 我陈旺 多少还有点意气 干少爷 你今天肯跟我说 就说明那新的光 看得起我 我陈旺 我就是押上我这条贱命 我也陈你赌这一把 说好 干少爷 你 我和师兄有恩 我和师兄也是这般心思 好 既然如此 成贵 拿刀来 干嘛 你拿来 干吗 干净了 干 快 上游子了 你先走吧 你先走吧 你来 你来做什么 我来请你帮我圆个梦 圆梦 我不会圆梦啊 我这个梦您大概能圆 我这几天总是梦见我在您这儿上课 一起的还有一个后生 他说他叫乔狗儿 乔狗儿一下课就来找我 说他在头丢了 让我帮他吵回来 王先生 您说您杀了他就罢了 干嘛还要把他的头搁下来 埋在自己的院子里 这个故事怕是会在杜械流程好多好多年 王崇礼这个名字 应该会被很多人记住 任谁提起来 都会狠狠地催上一口 不过好在 您应该也活不到那个时候了 最多就是待在牢里秋后文章 不过我听说 像您这样的凡人 在牢里过的可是格外受罪 挨打挨骂都是轻的 我还听说那些牢头狱卒 会往您这样的犯人身上 泼湿泼尿 到时候您大事要整天盼着砍头了 当然了 在砍头之前 游街是少不了的 全城的人都会来看 到时候您的亲朋好友 到时候您的亲朋好友 当然还有您的那些学生们 不知道他们到时候 是拿您当先生 还是当助手 砍头之后铺石三日 倒是便宜那些野狗了 他在那边等着你呢 小狗儿 他在那边等着你呢 我 我 我不是故意要杀的 是无杀 我 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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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铜剑尺的印子 还在焦狗儿的头骨上呢 你跟我说是无杀 谁会信啊 月婷 那天放学之后 他 他 他悄悄地溜了回来 他 他 他投了我一支笔 当时我们约好了见面一起玩 他还说从那天开始教我写字 还说带一支笔给我 偷了您一支笔 这可是死刺 不不不 开始 我是用猪戒驰打他的 让你一头东西 让你一头东西 给 先生 太过今日 我让你打个够 打完后 你把这支笔送我 如何 混账 你可不真羞耻的敌骨头 有人生没人养的狗东西 你说什么 跟 我说你是贼骨头 我说你不知羞耻 我说你 有人生没人养 你说他有人生没人养 是 可瞧狗儿从小就没娘 你小子你散了你 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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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在那里 那你为什么还要把他的脑袋搁下来 他 当时我试了神了 变黑了 我就把他的尸体 从这屋里运了出去 我怕 别人能看得出 那伤口是戒指打的 所以就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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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虎头的尸体 扔到了戏台的后面 人都就埋在了院子里 好嘞 小狗家每天晚上都来找我了 先生 我们再来打破 那以后 我就没法睡觉了 我一闭上眼 先生 小狗就来了 先生 把钱我的打 还回来 我还 我还 你看 你看 我 我今天啊 已经 已经打上半戏了 不算 不算 我 我再打 先生 自己打的 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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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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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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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你打的不算 你打的不算 我去报官 是我去报官 还是您去自首 陆迟 我求求您 求求您你放过我吧 我这些年 你没少受苦 少受罪啊 陆迟 我求求您 你就饶了我吧 你应该向他认罪 我该如何想他认罪啊 写一篇你认罪的记文 把你的记性全写清楚 不能有半点的隐瞒 和推托 然后签字画鸭 倒塌的分钱烧给他 看来我果然 还是应该去报官 我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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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的坟在哪 先让我看看 我让你看 我让你看 让你看 你 你 王先生 我们会替你烧的 你 你们这是到底要干什么 王先生 我决定不去报官了 我这样算不算于你有恩 算 算 你这是对我是大恩哪 那我能不能请你帮我一个小忙 你 原来你是讹诈我 走 走 张贵 你来跟王先生说吧 王先生 我 受累了 下一个是程大夫了吧 已经差不多了 这个程大夫 不会像王先生那么好对付 一来他是名医 仙太爷病了都找他 二来 偷几个小小的文文 这个罪名 不至于就能让他乖乖地 做我们要他做的事 是 我本来以为这事头疼呢 结果没想到陈旺这小子 已经替我打好铺垫了 陈旺 他如何替你打了铺垫 头两个月 陈旺不是因为欠赌债 被人赌上门了吗 我就替他出了钱 结果没过两天 陈大夫正好来了 我就心眼一动 把陈大夫偷东西这件事 告诉了陈旺 顺便还把那张十五的清单 给了他 我的本意呢 是让陈旺捉一笔 陈大夫的贼葬 敲点子姿 你这小子 本来嘛 也不能光让他偷了 可是我没想到 陈旺那小子 给我玩了手绝的 绝的 他师子大开口了 那倒不是 他绝就绝在 他没要钱 没要钱 他让我说去做 抓了陈大夫的贼葬 还用了手印 结果没想到 前往那两天 赌运好 没输钱 他就让陈大夫 做了件别的事 张燕啊 张燕啊 要走啊 是 还有病人 我送你 不用 有浪漫 那边 那边 来 来 张燕啊 兄弟我有个事 想请你帮忙啊 但说无妨啊 原位呢 给我交代个差事 让我负责扎天房 三天完工 可是呢 我找到师傅啊 头脚慢了 怎么着呢 有点四天 这我要是交不了差啊 肯定会受到责吧 所以 想请程先生帮个忙 扎天棚 我不会扎天棚啊 程先生 我只需要你帮我拖住原外一天 嗯 或者说呢 你给他下个衣柱 类似于 今天不宜下床这种 那边 那行 我想想办法吧 有劳张先生 来 这边 程大夫的办法 是往原外的方子里面 加一味药 结果第二天原外 就睡了一整天 就这样 程旺隔三差五的 找了好几次程大夫 那这个罪过 可比偷东西大多了 这也算是程旺无心插柳了 不过更连还在后面 程先生 咱们 聊聊正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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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程先生 你一个行医的大夫 怎么能在病人的药方里 乱加东西呢 哎 原外的药 都是在我们自家药铺里抓的 这药铺掌柜的 看出来你做熟掉了 就把这事啊 告诉了我们家干少爷 你说 怎么办 哎 我 我这 这我这不都是为了帮你的忙吗 哎 程先生 这事 你可不能往我头上赖呀 我又没让你下药 哎 陈旺 你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这不是你逼我这么做的吗 我逼你 哈哈 笑话 你有证据吗 哎 我有你的证据 你偷偷意思供词 你可还在我这呢 哎 这不是 哎 陈旺 我的意思是说 你看 我 我这不是为了帮你吗 你 你不能置身事外 对吧 你看 哎 你不明白 就这种事 对我们大夫来说的 对你们大夫来说 是重罪 干少爷说要报关啊 我呢 就去打个电了一下 报关 哎 这可使不得呀 这可万万使不得呀 陈旺先生 这要是报了关 恐怕你的下半辈子 都得烂在牢里 而且 我家原位那什么性子 他能请着了你 陈旺 陈旺 你可不能不管我呀 我 我求求你了 我 我给你钱 多少钱都行 陈旺先生 先起来 起来 坐 这事呢 也不是没有办法 也不是没有办法 什么办法 这事儿 只能去求干少 他是我把兄弟 我想 他一定有办法 好 多少钱我都愿意给 亲家当产我都愿意 扯下他 这个 不是钱的事 不是钱的事 你看 我跟你这非心非故 我也可以和你拜把兄弟啊 你要跟我攀亲戚 他也不用做兄弟啊 这岁数也不合适 我还三十没到呢 不过 我 丑先生 我听说 你有一个独生女 刚时期 而且 尚未许人 不如 咱俩做个亲戚 你 呸 你原来是懂得这个主意 陈王 你算什么东西 你个贱奴 竟敢说出这样的话 我告诉你 就算是要了我陈一只 这条命 你这癞蛤蟆 也休想吃上这天鹅肉 好啊 陈先生 放着你的 搁着我 咱们 走着瞧 就是不知道啊 你下了牢之后 你那宝贝女儿 还能不能算得上是天鹅肉 这不是陈旺吗 冷不透 冷无极 你太鲁莽了 这个人很厉害 可不应该让他知道咱们的事 放心吧 我就只跟他说了陈大夫偷东西的事 让他帮忙找找陈大夫 好啊 陈先生 你们俩啊 是朋友 冷不透说笑 我哪能跟陈先生论朋友呢 陈先生是长辈的 我今天来啊 是跟陈先生提亲的 你向陈先生提亲 行行行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您的事也容不得外人说三道四的 陈旺 先恭喜啊 冷不透 您恭喜走了 陈先生 还没给回音呢 陈先生 陈先生 我再问你一遍 你是应 还是不应 行啦 我明白了 这陈先生 还是没看得啥活 算了 陈旺啊 这世上的事啊 讲究缘分 你再想要你没这个命 也不行啊 对不对 大丈夫何患无期呢 你呢 自己上进吧 陈伯头 您这话 说得可太好了 就冲您这话 我陈旺得请您吃酒 不知道您能不赏这个脸 本来我是不想赏你这个脸 但是刚才我看见你被陈先生 行 吃了没有 好 多谢冷木头 那今天咱们就不醉不归 正好 冷木头 我还有件事 想跟你请教请教 好啊 吃饭 吃饭 刚才我这是高兴傻了 这位七十 我许了 岳父大难上 受小续一败 用她女儿要写的 那这个筹码可是够重了 不够重啊 她为了自己不坐牢 就可以把女儿卖给陈旺 那这个女儿对她来说又算是什么呢 要想对付这个程大夫 我们还得再费点工夫 行 陈旺 你不是说要跟陈先生对质吗 人我帮你醒来了 对质是什么呀 你贪图陆家财产 盗窃败了之后 又勾结陆家家奴陈旺 毒害主人 图谋不归 不是 我这 这是 这是陈旺害我呀 陈旺你 你不能害我呀 我害你 陈先生 明明是你把女儿当诱饵 让我去偷主人家的钱 那否则谁会相信 你愿意把女儿嫁给一个家奴呢 你们不用在这里说 去见官就是了 反正我这里 那边里的贡状 药方 婚书 都有的 咱们看看衙门那边怎么说 你们这是要我死啊 你们这是要我死啊 你们为什么要逼死我呀 我们这是 我们不活了我 行了 掌柜 把它放开 程先生 你死与不死呢 自己想好 不过呀 这婚书可是在我手里 你若是死了 你的女儿家宅财产什么的 可就都归我 更何况呀 我还有个捕头作证呢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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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先生 如果我告诉你我可以暂时先不告官呢 我还可以劝劝陈王 让他不用着急成婚 甚至日后还有退婚的余地 那要如何 怎样才能这样 你想要什么 我要你把对园外做过的事 继续做下去 只不过这次进行要快一点 好 肯少爷 怎么样 自己倒是一模一样 可惜不对 哪儿不对了 我家有外的字 虽然写得不怎么样 但是很有力道 一笔一坏 就跟刀砍斧杂似的 我 我 我就是这么写的呀 你看 这 这是遗嘱 迷流之息 连笔都握不住 你看看这句 是 皆由易子 录制继承 写得精气神十足的 这哪像一个病人的遗嘱 更像是官老爷写的判书 这 这也太难了吧 写得像你家园外吧 你说精气神十足 要 可要写得有气无力呢 那 那也不是你家园外的字啊 不难 那 干脆你再陪王先生两天 是 这两天别让王先生吃饭 一口都不能吃 先饿这两天 再按照原外的笔记写 自然就对了 这个房子 是你家老爷的 依他的心计气短 这个房子是你的 以你的肝火抗盛 好 记得去抓药的时候 跟药房的伙计讲 这是两个人的药 崇先生 这两副药 要是同时煎的话 会不会药到病除 连根都去啊 快了 这就快了 好啊 有劳 崇先生 虾 大长焰 明珠 钠 杨房 此后咱们该干吗干吗 别再整日混在一处了 是啊 贺长焰 我 这 这位小哥 请问这里就是陆宅吗 是 请问何时 我就是此间主人陆远报的胞弟陆进信 我兄长又来信要我全家前来团聚 我家园外有个弟弟 爹 爹 这里就是大伯家吗 是的 不用 以后啊 这里也是咱家了 是 连我都不知道陆远报还有个兄弟 就知道他早年间犯了官司逃嫁 就再也没回去过 原来陆远报这些年 一直在往老家寄送书信钱财 不过 都是通过伤好轨上的人 而且也没告诉经手的人 这些书信钱财是给他兄弟的 有了这个兄弟 就算陆远报立刻死了 那以诸伪造的载号 也全然没有用 ��ck 普通的中间 走人的旁边 有些甜 有些年 摇破了新鲜 咽下了陈年 有人哭 有人眠 我输魂心 几思几生 总有黄穷 只剑轻易 远方孤岛 轻随繁长 烈火不尽 碎碎枯弱 我输的炊烟 命运的上前 旧之前 还个缘 旧后的誓言 纸上的沉沿 风一吹 就不见 我输魂心 几思细生 总有黄穷 只剑轻易 远方孤岛 轻随繁长 轻随繁长 烈火不尽 醉醉枯弱 我输魂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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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输魂心